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什么 可能今天有点忙 所以很累 你是不是还在想这个药单的事啊 当然不是啊 你怎么会这么想 没有啊 最近这几天我看你温温不乐的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 说出来我分他好不好 我真的没事 该不会是你爸那边 因为我们两个交往他 他给了压力 如果我爸真的坚持反对 你会怎么样 跟我分手吗 当然不会 我会尽一切努力 跟他证明了 我对你是真心的 怎么证明了 爱心惨 我亲手做的 只要帮你一样的白白胖胖 你爸看到你这么幸福快乐 肯定不会反对我们在一起的 是谁为追逐留不住的流星 明年爱自己跌进黑暗的景 是谁为爱人看不开的背影 梦伤自己眼睛 等到梦闭你卖命 等到爱想你要美 呼吸变困难心 跳声变火 尽才发现有病 最后谁来救救你的心灵 你在旅行 谁会听见你的声音 心一心 你最要放过自己 尘双脚还有力气 快找出这颗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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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越潮泽 转越潮泽 沦波音语 心里你何不碰着 你的心 心开了 烈碗画面 回头看遥远不云 瞩目惊醒 回忆后 谁值得你如此拼命 深情 拼命 被拿着又差点寿命 千里心 你最好发过自己 此伤交换又离弃 快逃出此刻发尽语 你的脸色很难看啊 不舒服吗 我确实是不舒服 胸闷气节 血脉不顺畅 总觉得心好像被一块石头压着 难受 你自己也是医师啊 还需要我帮你治疗呢 所谓能医不能自医 而且啊 只有你才能够帮我把这块石头拿掉 这块石头太大了 我一个人搬不动 杨医师 我对敏菲是真心的 好 我一定会好好劝我老爸叫他以后碰到你呢 要和和气急 你大人有大量 别跟他计较了好不好 坐 手伸出来 左手 你也知道我老爸这个人死爱面子啊 其实他知道是他的错 他心里是很想跟你道歉的 所以他才会叫我带敏菲回家吃饭 我再问你 你以前交过几个女朋友 一个 你对敏菲是真心的吗 绝对真心 你心跳有不规律的跳了一下 我是用心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的心跳突然不规律 你说合理吗 好 我相信你对敏菲是真心的 那天在菜市场 其实我也有错 不能全怪你爸爸 只要你以后对你悲好 我就很开心了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 杨医师 你这招听脉测谎器非常厉害 叫我 来来来 吃饭 这给你的 我老妈都疼你啊 想把你变成一个小胖猪啊 乱讲了 是不是太多了 不会不会 我食量很大的 还有更大碗的 来来 帮忙一下 这是药材炖鸡 帮你喝上瘾 每天都找我炖点你喝 我吃饭了 那我吃饭 吃饭 来来来来 吃点鱼对身体好 来来来吃肉吃肉 谢谢谢谢 多吃点菜啊 来 来 怎么样 有没有被他们的热情给疼到了 你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怎么对我那么好 你想喝汤啊 来吧 想喝汤啊 快点 好好好 你也快点忘了 这个汤好 来来来 多喝多喝 谢谢 怎么样 好不好 非常好喝 我都说了 我炖的鸡汤不是好喝 是非常好喝 好喝 你流鼻血啊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去一下洗手间就好 真的没事啊 怪不得你看到他啊 就嬉皮笑脸的 你笑里长刀啊 什么笑里长刀 你跟他爸爸有仇就算了 干嘛把气出在他身上啊 喂喂喂 你别乱说话 你到底在汤里面放了什么 哎呀 冤枉啊 只当你和我喝他也喝都没事 就他一个人有事 是啊 儿子啊 会不会是他身体太虚弱 虚不受补 我才会这样啊 哎 就喝那么一口 就流鼻血 可能是对中药敏感吧 我没有听到锁果 不用担心 可能是天气太热 所以才会这样的 哦 你肯定没事啊 没事啊 别紧张吃饭吧 嗯 吃饭 吃饭 嗯 吃吃吃吃 哈哈 哈哈哈 你快找出这可怕地狱啊 我刘碧写的事 不要告诉我爸 直到 你是担心他会小提大作 没完没了关心你对不对 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是这样的 在他们眼里我们永远是小孩 这种心情呢 我们以后有小孩了 自然就会体会 谁要跟你生孩子 你会不会想太多 我没有想太多 我只在想我们的未来 难道你不喜欢小孩吗 你很喜欢小孩吗 我当然喜欢 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 你知道我多羡慕那些 有很多兄弟姐妹的朋友吗 所以我说 以后我们一定要多生几个 最好是多到 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你说好不好 怎么了 没事 今天医院有点忙 所以有点累 你最近的精神好像不太好 都休息知道吗 我先进去了 拜拜 晚安 初期病状 精神不整 贫血 出血 流鼻血 流鼻血 明珍 明珍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 妈妈 你没事吧 怎么了 你不必血了 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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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睡觉 累的话先回去休息吧 没关系 我等一下还要去巡视几个病人 你先去忙你的 我马上就过来 杨医生到你了 你来验尸 只是立场检查 只是立场检查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姿怡 为什么你会进医院呢 我们说好的 你不守信用 正在医生的立场 我有责任通知你的情绪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她服侍过难的安眠药 还好我及时等到 好了不要再睡了 我要出院 你不能出院 我不管我就是要出院 所以你听我说 放开我 所以你听我说 背不清 我知道背不清 放手 你冷静好不好 冷静点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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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放手 为什么还是走不出来 干嘛不进来 哦 回来就好了 回来就好 以后好好住下来 安心养病 谁要是敢再欺负你 我就第一个不饶他 伯母啊 你叫我伯母 就什么都要听我的 在我这儿住 可以住得好 也吃得好 还有用人可以使坏呢 还愣在那边干什么 把行李拿上去啊 伯母 谢谢你 你看你 受了那么一大圈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不过你给我听着 不管你以后 做得成做不成我的媳妇 在我心里面 就跟我女儿一样 是我们家里的一份子 感谢你 快 他就是这样 拉个不停 然后又跑去泡在水里 你说恐怖吗 哎呀 我看志姨只是半夜睡不着觉 想游会泳而已吗 你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 不是不是 我是觉得他这里好像有问题 老爸 志姨患的是忧郁症 并不是精神错来 没事的 儿子 我想清楚了 你最好还是去追那个女医生 至少人家有三高 学历高 收入高 人家少得高 而且 娶个医生 总比娶个病人好 对不对 是你告诉我的 说那个医生喝汤 都能够喝到流鼻血 这样很正常吗 我告诉你啊 身体有病容易医 头脑有病很难医 人家头脑有病 还不是你儿子害的 现在流行买花给自己啊 你看 这什么 Wonder Voice演唱会 这张票有钱也买不到的 真的吗 这张票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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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dy 谁是Eddy Eddy呢 是一个知道我喜欢花 就送我花 知道我喜欢巧克力 就送我巧克力 知道我喜欢Wonder Boys 就排队排了两天两夜 帮我买票的好男人 送你一点点东西 就把你迷到神魂颠倒 你也太容易追了吧 什么 我才没有那么容易让他追到 不过 他为我做的这一切 真的让我有点点小小的感动 你不要太天真了 我才不相信 现在有这么体贴的好男人 他就是这么体贴的好男人 你相不相信 只要我一通电话 要他出现 他就会马上出现 马上 说了他有翅膀会飞 这么夸张 哈喽 Eddy 你会不方便 现在到医院找我 你现在就在医院 谢谢 余晓妍你对花生敏感啊 是啊 我的体质有点敏感 不过休息一下 就没事了 那你就不应该吃那盒巧克力了 我怎么可以不吃 是你送的 还是你亲手做的 可是你也不用整盒吃完吧 我一定要把它吃完 因为每一颗 都是你辛苦做的 如果我不把它吃完 我怎么对得起你啊 你可以跟我说 你对花生敏感 我会做其他口味给你的啊 哇 你还会做其他口味啊 你真是太有才华了 其实 不管你做什么口味的 我都会把它吃完 还会超出这颗 你快去吧,不要让明飞等你 你一个人可以吗? 我没事,你快去吧,别迟到了 好,我换件衣服就走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不去跳舞了 我没事了,凯文叔看太久了,眼睛不舒服 我真的很没用 为什么我就不能坚强一点 明天见 明天见 无聊 对不起 最近没什么时间陪你,忽略了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女人 不要生气了 我才没有那么小气 没有吗? 我刚才远远看过来啊,你好像很不开心 好了,别急了,我带你去吃好的,吃到白白胖胖 大家早 早 早 志姨,今天看起来精神不错 对啊,我休息了那么久,是时候回律师楼工作了 大律师从桌江湖,我们社会有救了 先吃早餐 我不吃了,我回公司吃 别忘了,还是吃药 我会的,放心吧 不舒服要告诉我们 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儿子 我看志姨没事了 现在你可以光明正大的跟敏飞在一起 不用当心为刺激的 你干嘛那么心急志姨啊 因为忽略症受遗传的 万一他们两个将来结婚了 生下来的孩子有忽略症那怎么办 不会的 只要从现在开始 他好好对志姨就会没事的 不行不行 为了门吴家的后代 我觉得取敏飞比较好 取志姨好 敏飞好 志姨 别吵了 现在最重要就是照顾好志姨 怎么样志姨 准备好了吗 可以开始打仗了吗 随时可以 很好 我刚刚接到一个case 你仔细的研究研究 你们好 你是叶丽说啊 是的 这是你要帮我 我儿子是一时的冲动 才打伤她前女友的 我儿子是因为气到受不了 吃不下饭也睡不着 还得忧郁症 放心吧黄太太 我会尽力帮你们的 这是全靠你了 哈啰 哈啰 陈老板啊 请你等一下 我接个电话 电话 是 我知道 你好 我叫叶之姨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我打他 吃到活该 我没有错 他说变就变 不对 他以前爱我的 真的 他真的爱我的 他叫我等他 结果我就等了一年 现在 他说他喜欢别人了 我跟他做了很多事情 我很努力的去挽回 对他爱情 可是他还是要离开我 他很生气我就打他 他怕我生经病 我不是生经病 我的悦疾症 都是他逼出来的 杰律师 你跟我说什么啊 跟我一样啊 你放心 我绝对有把握 打赢这场官司 我们这里的律师 个个都非常的能感 尤其是杰律师 他什么都不会 就是最会打的 他都滑了 你干嘛惹这人这样 杰律师 让人家有用啊 他都不理解了 你这样就觉得 那些人讨厌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干什么烂力 你干嘛打我儿子 你疯了你 哎 十一怎么那么早下班 老板说我刚出院 怕我累 就让我早点回来休息 你老板人真好 是啊 他一向很关心员工的 母母啊 我有点累 我想先回房休息 好你去休息一会儿 吃晚饭的时候 我才叫你啊 嗯 走 知一 你在干什么 我请你来是打官司的 不是来打人的 对不起啊 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 还有下一次 就算我这间小小的律师楼 请不起你 你拎我高举吧 卖相不错吧 哎 问你好不好看 不是问你好不好吃 好看重要吗 好吃才重要吧 好不好看当然重要 做给他吃 他觉得好看 他才会觉得你重要 我知道了 你这么说的话就是说 好看好吃都不重要 在你心中他最重要 他对我重不重要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在他心目中 我最重要 你这种病症是很普遍的 但是也很难医治的 我才没病 是单思病 哎呀什么单思病 我看你神经病吧 人家都已经走那么远了 你还在想着人家呀 我跟你说啊 我没有想着他 你不要乱说啊 吃这个口味 这是行 嗯 看什么 你看他们是不是很好笑啊 两个人吃一个饭和吃得饱吗 而且天气这么热 他们两个还跑到公园里来吃饭 哎呦我真不懂他们在想什么 我是觉得他们实在是不登对 所以我才一直看着他们的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绝对不喜欢那个女生 我没有说你喜欢她 你干嘛那么紧张啊 我紧张吗 不会啦 出一点汗 不算紧张了 哎 哎 你电话请问 喂 我是 好 我马上过来 快去 衝死我吧 是我叫关教授针对你的病情 给我一些意见的 你要尽快接受治疗 给我多一点时间 我要考虑一下 这件事 请暂时帮我保密 明飞 我真的不能够接受 我还那么年轻 还有一段那么长的路要走 这真的很不公平 现在医学那么发达 你不要放弃 还会有希望吗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你说这个病的时候 你很肯定地告诉我 病患最多只能活五年 为什么现在又突然那么乐观 你也是医生 你应该明白 一个病患保持乐观的心态 坚强的意志 是有机会战胜疾病的 我也常常跟病患说这样的话 要积极要乐观要坚强 每次我说的时候 我都相信 这样的态度是很重要 也真的希望 病人可以把我的话听进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换成我是病人 这些我曾经那么信赖 那么坚持的话 却一点作用也起不了 你说 是不是很好想吗 你现在别想那么多 你尽快地去接受治疗 免得病情恶化 接受治疗又怎么样 下场还不是一样 你不用再安慰我了 安慰人 本来就不是你的强项 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 你的篇幅明天 开始这一切都结束 回来了 吃晚餐的吗 吃了 我记得小时候 有时候晚上太热 我就会半夜起床 转身背向你 你就会开始帮我抓养 一抓就是十几分钟 甚至半个小时 抓到你睡着为止 爸 嗯 以后如果 我不在你身边 你一个人怎么办 你是担心你结婚之后 没有人照顾我 你知道吗 当爸爸的 最高兴就是看到 女儿嫁个好人家 国恩是个好人 以后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让你幸福 你幸福 爸爸就开心了嘛 傻孩子 新加坡这么小 以后不管你搬到哪里去 还是可以常常回来看我的嘛 哼 爸 你要答应我 以后如果我不在了 你好好照顾自己 你怎么了 我不舍得你啊 来 我帮你抓背 好 你还是要幸福 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 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 别跟着我 我一天再打给你 拜拜 你可以专业一点吗 哦 你是医生 要学会公司分明 医院里有很多病人 等着你去照顾 不要只关心你的男朋友 你说什么啊 我是用休息时间 跟他讲电话 不要把我说 那么不专业好不好 是你最专业 你的专业就是谈恋爱 父业才是当医生 你 电电话啊 那那怎么办 怎么办 等咯 等 等多久啊 我怎么知道 开门啊 开门啊 救命啊 开门啊 有点听得到吗 你冷静一点 你要紧张好不好 怎么冷静啊 开门啊 开门啊 听得到吗 现在好了吗 OK了吧 开门啊 开门啊 听得到吗 救命啊 开门 开门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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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他们听到了 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了 放轻松 跟我一起深呼吸 你气 不要紧张 你都不要小 好 好 我会吧 但我真的喜欢他 思云啊 这么巧啊 下班了 等司机来接我 这样子啊 其实刚才在天梯里 你的脸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啊 我不是说谢谢你打我 是 OKOK 我知道了 其实明天晚上 我还是想请你吃顿饭 表达我对你的感谢 上次你请我吃饭 花那么多钱 你还想请客 你不怕 怕 不过怕还是要请 好吧 但是弟弟还是我决定哦 没问题 我先走了哦 我来吧 那我们明天见了 明天见拜拜 拜拜 早安 早安 这么早要上班啊 比昨天还早啊 先吃早餐吧 我不吃了 这几天工作很忙 我要早点回公司 宝贝 你现在有空 送姿怡回公司去 好啊 跟我一下 不用了 我到的是很方便的 反正公司付钱嘛 你老板人真不错 对你好 又这么慷慨 是啊 员工福利嘛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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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啊 哦 伯母啊 哦 对啊,最近工作比较忙 不跟你说了,就这样,拜拜 芝怡 你怎么说你在开会啊? 我被割职了 为什么? 如果我是老板 也不会让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律师待在公司里 芝怡 安慰的话就不必说了 我没事,你不用替我担心 这件事我希望你能保密 我不想让国恩他们知道 你决定接受治疗了吗? 我需要时间考虑 那你跟国恩商量了 没有 那你父亲知道吗? 他不知道 我没告诉他 我怕会伤了他的心 如果你再不去接受治疗的话 你可能随时都会倒下去的 到时候 不是跟伤了他的心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待在你身边制止你的 你会让他逃避 我只要他们的心 我会让他逃避 我都会让他逃避 你心里�� 我去继续 你等着他 你会让他逃避 我了解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是关于质疑的吗 我求你把国恩让给质疑 我知道这样子对你很不公平 可是质疑比你更需要国恩 他真的很可怜 感情是双方面的 不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做决定 我知道国恩很喜欢你 可是只要你肯退出 我相信他会回到质疑的身边的 敏菲 你长得那么漂亮又能干 我相信在医院里面或者外面 一定很多人追求你 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比国恩更好的人 可是质疑就不同了 他除了国恩谁也没有 如果你答应我 我会一辈子感激你的 我 干嘛 跟我出来吃饭 不开心啊 发生什么事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 质疑比我更需要你 他今天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对他有责任 我现在不是在照顾他嘛 而且他现在的情况 有改善啊 变好了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质疑被解雇了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是 快一个星期了 怎么可能 他还是每天早上上班的 他亲口告诉我的 他为了不让你们担心 所以每天假装上班 他虽然外表看起来很坚强 可是其实他内心是很脆弱 你不是把医治病人摆在第一位吗 为了治好病人 你会用尽一切办法 现在唯一可以医治之一的 就是你 你就是他的药 所以 我们必须放下我们的感情 你还是要幸福 你千万不要再找个别人哭 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 别跟着我 运行 靠度 如果很幸福 半夜的箭数 我就不需恢复 因为你的感情 已经有了荣山之处 我也能有最纯粹的孤独 最孤独的孤独 我也能够再看了 你不会感觉到这些 我相信我 已经说了 我实际上 你不是对我 就不存在 咱们 你还是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